天上真神的帶領 感謝天上真神的帶領 我們這個禮拜在總會有舉開兒教主的教員講習會 所以今天早上用一個主題要跟諸位弟兄姊妹 以及所有來參加兒教主教員講習會的學員一起分享勉勵 我們要從黃牧仁來談教員的裝備與使命 教員在教會的角色上扮演著帶領所有兒童的一個角色 我們在這個角色上對教會未來的發展是極其重要的 有好的未來需要有好的子弟好的下一代 要有好的子弟好的下一代一定要有好的帶領者 而這些兒童們的帶領者除了家長以外 在教會裡面就是我們現在在講習會的所有學員們的身上 我們期待將來我們接受教員講習會之後 成為各教會的教員我們都能夠成為 好像主耶穌所說的好牧仁一樣 能夠帶領我們教會的學員們 教會的兒童們能夠成長成為將來教會的助使 讓教會因為有後進的這些學員 而讓教會能夠成長茁壯 那用這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我們所有來講習的學員們 就顯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要透過聖經的道理 來跟我們所有學員 以及我們北台中教會的所有弟兄姊妹 一起來分享 一起來成長 那約翰福音裡面第10章 主耶穌講了一個陽見的比喻 當然祂把自己比喻為好牧仁 到了11節這邊就講 我是好牧仁 好牧仁為羊舍命 那麼從這一個比喻當中 好牧仁的角色是絕對性的重要 那教員的角色在我們現今教員的工作上 就好像主耶穌在這邊所說的好牧仁一樣 那我們怎麼來裝備自己 讓自己成為好牧仁的教員呢 從這段經文當中我們來談幾件事 也就是我們應該要裝備自己的幾件事 第一件事 我們請看約翰福音的第10章 第一節第二節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人進羊圈 不從門進去 到從別處爬進去 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盗 第二節 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仁 我們要裝備自己的第一件事 在這兩節聖經就告訴我們 我們要從羊進去 因為從門進去 因為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仁 所以我們要裝備自己的第一件事 我們要讓自己從門進入 那門是什麼呢 到了第七節這邊就講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我就是羊的門 耶穌就是羊的門 所以要裝備自己 要從耶穌這個門來進入 那耶穌這個門是指什麼呢 主耶穌在傳福音的時候 他有一次要往耶路撒冷走去 經過撒玛利亞城 那結果撒玛利亞城的人 不接待耶穌 耶穌的門徒雅各約翰 非常的著急也很生氣 就來向耶穌說 主啊要不要我們吩咐火 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 好像以利亞所做的一樣呢 這兩個門徒他們所想的 是為了主耶穌沒有錯 但是他不是站在主耶穌這個門上 而是站在自己所設立的門上 所以他們很生氣 是生氣在他們所認定的這件事情 不應該有 但是他忘記了 我們要從耶穌這個門進入 所以耶穌就責備這兩個門徒說 你們的心怎麼樣 你們並不曉得 我來是要救人的性命 不是要滅人的性命 說完之後就帶著他們 離開這個村莊去了 什麼意思呢 我們常常很多在教育上 在教會裡面的教員身上 看到了他很熱心 但是他不是不一定 從耶穌這個門進入 他是從自己的門進入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設定 那是怎樣 我們要從耶穌這個門進入 我們要體會耶穌基督的心肠 而不是只有感受到自己的心肠 到底我們在教育我們的兒童 是用耶穌的心肠來教育呢 還是用你現在的心肠來教育 如果用我們自己的心肠來教育 我們常常會犯了 好像雅各約翰所犯的毛病一樣 自以為在這件事情上 熱心服侍主 但是卻跟主耶穌的心肠不一樣 到最後是被主耶穌責備的 主耶穌有一次要進耶路撒冷城 那個時候時候已經快到了 所以他就預言自己 進耶路撒冷要受害 當中的彼得 他很勇敢 也為耶穌抱不平 所以他就拉著耶穌說 主啊你不能去 主耶穌轉身過來責備他說 撒旦退我後面去吧 這個意思不是彼得是撒旦啊 是這件事情是撒旦的作為 但是從彼得的角度來看 我是在為耶穌設想啊 不讓耶穌到耶路撒冷被 這些長老們這些祭司長 這些文士的害啊 有什麼不對呢 但他忽略了一點 他是體貼人的意思 他沒有體貼神的意思 從門進入 門是耶穌 我們要體貼耶穌的意思 不要只體貼自己的意思 不然的話 我們就成了撒旦的工具 在教會裡面的侍奉 這兩件事情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教會裡面 帶領我們的兒童們 我們的下一代 是未來教會的希望 我們教員應該要懂得 來體會耶穌基督的心腸 懂得來體貼神的意思 那我們才能夠真的成了入門 成為牧人的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們不是從這個門進入的 那麼到最後 就好像主耶穌所說的成了賊 不但不能夠造就羊群 反而讓羊群受傷害 我們再來看馬太福音的十一章 馬太福音的十一章 請看二十九節 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九節 我心裡柔和謙卑 你們當父我的惡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耶穌在這邊提醒這些門徒們 他說我心裡柔和謙卑 我們要體會耶穌基督的心腸 體貼神的意思 我們要回歸到柔和跟謙卑上 當一個人柔和了 他就能夠體會耶穌基督的心腸 當一個人謙卑他就能夠體貼神的意思 所以當一個教員 或是在教委裡面當帶領者 不管我們是團體的帶領 教會的負責人 學員們的教員 我們都要負起這個責任 我們要像主耶穌一样 負起這個惡就是柔和跟謙卑 我們才能夠體會耶穌基督的心腸 也才能夠體貼神的意思 當能夠體會耶穌基督的心腸 體會神的意思的時候 那我們就裝備好自己 我們是從門進入的 我們不是爬進去的 我們不是用自己的意思來做的 那這個就是牧人 這才能夠牧养所謂神的羊群 第二個我們再回來看 约翰福音的第十章 請看第三節 看門的就給他開門 看門的就給他開門 那看門的是誰呢 誰會為你開啊 沒有門沒有看門的幫你開 你想進都進不了 那看門的是誰呢 我們看啟示錄的第三章 啟示錄的第三章 第七節第八節 啟示錄三章七節八節 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 那聖節真實 拿著大衛的鑰匙 開了沒有人能關 關了沒有人能開的說 我知道你的行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沒有弃絕我的名 看啊 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 是無人能關的 這兩節圣經在講 神呢 他拿著大衛的鑰匙 開了沒有人能關 關了沒有人能開 所以這個門的開門的是誰呢 是神啊 他可以開 他可以關 他要開沒有人能關 他要關沒有人能開 所有權都在這位神身上 所以我們要從耶穌這個門進入呢 看門的是神 那神為什麼為你開呢 在第八節就講了 他说啊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沒有弃絕我的名 看啊 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 所以門為你開是因為什麼 不是因為你是誰啊 不是因為你是傳道 所以給你開門 不是因為你是長老給你開門 也不是因為你是教員 所以就給你開門 這個不是開門的條件 也不是開門的裝備 這個門要為你開 在聖經上就告訴我們呢 要遵守神的道 遵守神的道 神就為你開門 所以今天我們當教員的 我們在教委裡面做服事的 神要為你開 這個門你才能夠進門 才能夠當好牧者 他不為你開 你進不了門 你不是牧者 你頂多是個賊 是個強盜 是沒有意義的 你對羊群沒有造就 你是對他有傷害 所以我們今天要讓 我們看著這個門的神 來為你開門 那我們就是要遵守神的道 我們就是要尊重神這個名 耶穌 所以守道這件事情 是為你開門的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守道當然就是要明道 明道當然就是要聽道 沒有聽道怎麼能夠明道 沒有明道怎麼能夠守道 沒有守道怎麼能夠行道 是一系列的正面的循環 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當教員 我們要懂得把握時機 來進修自己 而進修的就是聖經的道理 我們在教會裡面有很多講習會 我們在教會當中有很多的聚會 我們自己身上有聖經 我們可以讓自己更知道神的道在哪裡 那我們才能夠守住這個道 那當我們守住這個道的時候 我們的神就會在我們的面前 給我們開一個敞開的門 我們就能夠進到這個羊圈裡面 那才是一個所謂的牧人 而不是賊 不是強盜 第三個 我們再回來看 約翰福音的第十章 第三節 第三節的下半段 羊也聽他的聲音 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領出來 他說羊也聽他的聲音 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 這是牧者 牧人跟羊有親密的關係 密切的關係 羊聽他的聲音 羊不會隨便聽別人的聲音 那牧者 牧人也能夠叫出每一隻羊的名字 不簡單 表示牧人跟羊有密切的關係 這個關係非常良好 那當然一定是要牧人為主動 牧人主動 羊群是被動的 所以我們要跟我們的學員們 建立密切的關係 就好像真言二十七章 二十三節那邊所說的 我們要詳細知道羊群的景況 要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詳細知道留心料理 我們做一個能夠 如果與我們所牧羊的羊群 有密切的關係 當然就要詳細知道 當然就會留心料理 當你詳細知道羊群 當你能夠留心料理的時候 我們跟我們所牧羊的 這些羊群的關係 是會越來越密切 所以我們不要忽略了 對我們羊群的觀察 沒有觀察怎麼了解他 我們要對我們羊群 有所關懷 這叫詳細知道 那留心料理呢 就是要訪問 要跟他交談 對他有更深入的了解 你才能夠一一的叫出他的名 而叫出他的名 就是對他有了解的意思 所以我們說我們要裝備什麼 裝備自己能夠詳細知道羊群 能夠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這樣子才能夠成為 與我們所牧羊的這些羊 有密切的關係 就好像主耶穌在這邊所說的 他說羊也聽你的聲音 你也能夠按著羊的名字來叫他 對牧人跟羊有密切的互動關係 那這個就必須要付出我們的精神 我們的時間 那我們才能夠跟我們的羊群 有密切的關係 這是第三個我們要裝備的 第四個我們再看第四節第五節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 羊也跟著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羊不跟著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 必要逃避 這邊講到說羊既放出來就要在羊的前頭走 我們要裝備自己啊 我們是走在羊群的前面的 不是在後面趕的 是在前面帶領他們的 所以主耶穌說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 所以教員他不是用講故事來帶領這些羊群而已啦 講故事講道理當然很重要 更重要的就是要走在羊的前頭 對我們現在的話來講就是 身教重於言教 你身體力行了 在你所講的道理裡面讓學員看得見 在你所講的故事當中 讓學員知道你就是這樣做啦 那羊啊就會跟著你走 因為羊不跟著生人啦 羊跟著你 那羊跟著你要讓他真的跟著你 就必須要走在他前頭啊 所以我們所講的故事的道理 我們要成為我們自己帶著 我們所帶領這些羊群的一個前頭 讓他看得見 讓他能夠更深入的來了解到 我們所講的故事當中的一些 這個生命跟生活 那這樣的話我們才能夠真正成為 羊的帶領著好的牧人 所以我們要裝備自己啊 讓我們所講的這個故事 所講的這個道理 在我們身上被我們的羊群看見了 那就是在他的前頭走 有一個教員啊 常常在船道面前抱怨 奇怪啦 我們這些小朋友都不聽話 我們講故事他都 不照著我們所講的去做 叫他們不要遲到呢 他們老是遲到 所以常常抱怨啦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那樣子 為什麼這些學生 怎麼樣怎麼樣 一直抱怨 那有一天呢 船道就把他叫到船道房 就坐在船道房的椅子上 那船道就從抽屜裡面呢 拿出一條繩子 放在 圈一圈放在這個桌子上 然後把那個繩子的頭呢 交給這個教員 你來把他推看看 用推的喔 推看看 看能不能夠推得動 這個教員呢 他就按著船道的意思呢 跟他推 再怎麼推都推不動 用力推 想盡辦法推 都推不動 那這個船道就把這個繩子的頭呢 接過來 然後用拉的 一拉呢 整條繩子都動了 整條繩子都動了 人就好像這一條繩子一樣 你要推他呢 只有頭動 全部都動不了 因為他是軟的 人就是軟的 但當你把這個繩頭 反方向用拉的 你在前頭拉 那整條繩子就隨著這個繩頭 一起動起來了 我們要裝備好自己啊 我們不是 只是講故事給學員聽 但是自己呢 一根指頭都不動 那跟法利賽人 有什麼不一樣呢 故事講得很好沒有錯 很有恩賜也沒有錯 但是少了什麼 少了生命的動力 少了在前頭走的一種方式 所以故事講得再好 道理講得再對 給他們所起的作用 不如你把你所講的故事 跟道理成為你生活上一部分 讓我們的所有學員們看得見 聽得到 那我想 你所影響的作用 就好像拉著這一條繩子一樣 你走多遠 他就跟你走多遠 他就跟你走多遠 因為羊他不聽生人的聲音 所以我們要裝備好自己 我們要從羊的門 跟耶穌基督進入 我們要讓我們看門的神 為我們敞開這個門 我們也要與我們的羊 來建立密切的關係 我們更要在羊的前頭走 這四件事情 是我們將來成為教員 或者是將來成為以後的帶領者 教會的負責人 長老知識 傳道人 都應該要有的一個很重要的裝備 我們在這邊講習 除了教導我們一些當講員的技巧 當講員應該要具備的一些 要有的一些學科 但是我們也希望 我們在這些學科之外 我們要裝備好自己 讓自己真的成為一個好牧人 當我們有這些裝備的時候 就好像主耶穌在這裡 所講的這個比喻一樣 我們才能夠具備好自己 裝備好自己 讓自己預備完全那 成為好牧人 那有了好牧人的這個角色 我們才能夠真的來帶領好 我們的下一代 這是第一個部分 我們要有好牧人的裝備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更要了解這個牧人 這個教員的這個使命 到底教員有什麼使命呢 我們看 跟約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九節 約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九節 我就是門 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 並且出入得草吃 我們第一個應該要具備的使命 就是要給羊糧食 就好像這邊所說的 就好像這邊所說的 出入得草吃 要有充足的糧 給羊能夠得到造就 那這個糧 怎麼給他糧 怎麼才能夠有充足的糧 來給羊得造就 我們來看耶利米蘇的第三章 耶利米蘇的第三章 請看十五節 耶利米蘇的第三章十五節 我也必將和我心的牧者 赐給你們 他們必以知識和智慧牧养你們 神這邊對 借著耶利米對這些百姓說 我必將和我心的牧者 就是好牧人 赐給你們 赐給選民 那這個好牧人呢 必以知識和智慧牧养你們 所以怎麼讓羊群有草吃 有糧食吃呢 就好像這一節聖經所說的 和神心意的牧者 他是用知識和智慧 來牧养神的羊群 所以怎麼讓羊群有草吃 一個牧者啊 一個牧人 一個教員 要有知識和智慧 才能夠達到 那怎麼樣才能夠有知識跟智慧呢 至少要具備兩件事 我們才能夠完成這個使命 第一件事 看雅各書的第一章 雅各書的第一章 請看第五節 雅各書的第一章第五節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 主就必賜給他 雅各長老在這邊 對當時的選民們 信徒們來提醒 他說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 如果我們缺少智慧 自己覺得智慧不夠 知識不足 那怎麼辦 我們可以向那厚次與眾人 也不斥責人的神來求啊 我們可以向神求 那我們的神呢 一定會賜給我們 一定的 他不是說可能 大概 應該 圣经是說一定的 所以當一個 教員要完成這個 給羊糧食的使命 我們要有知識跟智慧 來牧養我們的羊群 那當然我們就要求智慧啊 我們如果覺得自己的智慧不足 當然我們可以向那厚次與眾人 也不斥責人的神來求 那我們的神一定會賜給我們 所以當一個教員要常常禱告 當一個教會的帶領者 要常常禱告求神賜給智慧 那這個智慧神一定賜給你 一定賜給你 百分之百賜給你 所以當一個教員要給糧食 要給羊糧食充足 我們要藉著禱告 求神賜給我們智慧 當神賜給你属灵的智慧 我們所給的糧食就充足了 互互有餘的 因為我們有從神賜給我的智慧 第二個我們再看提摩泰後書的第三章 提摩泰後書的第三章 請看十五節 三章的十五節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 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我們已經信耶穌基督了 現在都已經在這邊講習了 將來要成為教會的教員 所以我們已經負了這個責任 也負了這個權利 我們怎麼樣才能夠因我們信耶穌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呢 他說你是從小明白聖經 這聖經能夠使我們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所以智慧從哪裡來 明白聖經來 主耶穌十二歲的時候進到聖殿裡面去 他是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問 所以耶穌的智慧就比文士法利塞人更充足 更充足 坐在教師當中一面聽一面問 智慧是從哪裡來 智慧是從明白聖經來 所以保羅寫信給提摩泰後說 你是有得救智慧的 因為你是從小明白聖經的道理 所以我們當一個教會的帶領者 一個學門的教員 我們要明白聖經 要明白聖經 明白聖經我們才能夠有得救的智慧 才能因為得救的智慧 來帶領我們的小朋友進到得救的道路來 才能夠有這個糧食來給糧充足 並且能夠吃飽 所以我們要向神多祷告 求得属灵的智慧 我們要從聖經當中多明白 那糧食自然就充足 我們給我們的孩子們的糧食 就能夠讓他出入油草吃 這是第一個我們可以完成的使命 讓糧能夠有糧食 第二個我們再看 約翰福音的第十章 約翰福音第十章 再看第九節 我救世們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 我們的使命第二個 就是要羊能夠得救 讓進來的羊都能夠得救 那怎麼得救 不是讓我們讓他得救 所以我們要把羊呢 帶到主耶穌面前 才能夠讓羊得救 所以當一個教員的使命 第二個就是要把我們的羊群 我們的學員們 帶到主耶穌面前 那帶到主耶穌面前 必然得救 所以我們第二個使命 就是要想盡辦法 把他帶到耶穌基督的面前 而不是只有把他帶到自己的面前 只有我跟他有密切的關係而已 不是啊 我們要把他帶到主耶穌面前 讓他因為他與我有密切的關係 而讓他也跟主耶穌基督有密切的關係 理由是我跟耶穌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第二個使命呢 就是要讓羊都能夠得救 要把羊群呢 帶到主耶穌面前 那怎麼樣才能夠把耶穌 帶到主耶穌面前呢 我們看哥羅西書的第一章 哥羅西書的第一章 請看二十五節 一章的二十五節 哥羅西書第一章二十五節 我造神為你們所伺我的 所示我的職份 做了教會的職事 要把神的道理 傳得全備 再看二十八節 我們傳扬他是用諸般的智慧 勸説個人 教導個人 要把個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二十九節 我也為此劳苦 照著他在我裡面 運用的大能盡心解力 這邊就保羅所談的 他要把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他做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 他要把神的道理 傳得全備 不能夠露一 不能夠爭惡 不能夠露一 不能夠爭惡 在聖經當中 記載得非常清楚 你不能夠露掉 你也不能夠隨便亂增加 因為這個不是你的羊 這個是主的羊 所以我們要用主的道理 來教育他 我們現在有很多網路的信息 我們有很多以前可能 達不到的知識 這都很好 但是不要忘記了 我們的羊群 所要帶到的是主耶穌面前 所以我們盡可能的 用聖經的道理來教育他 而不是用我自己 認為的價值觀 我自己認為對的是 對的道 來教育他 那這樣是你把它 帶到你面前 他認為你是一個 很有知識學問的人 但他不知道 原來信仰的重點 是在神的道理 我們沒有把它 帶到主耶穌面前 我們只是把它帶到我自己的面前 這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保羅說 我已經得到神所誓給我的職份 做了教會的職事 跟我們一樣 我已經得到了 主耶穌誓給我教員的職份 那我應該怎麼做 我要把神的道理 傳得全備 那這樣我們才能夠 把人在基督耶穌里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那第二個呢 二十九節最後那邊講 盡心竭力 盡心竭力 要把人帶到神面前 除了要傳全備的福音以外 還要盡心竭力 我們才能夠真的像保羅一樣 把所有的人 因著保羅所傳的全備福音 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那他才能夠得救啊 他才能夠得救 不然的話 他憑什麼得救 我們不能夠讓他得救 是神讓他得救 所以我們要想盡辦法 把我們從聖經所領受 和神心意的道 全備的福音 就是教會裡面 所傳講的福音 而不是用屬世的角度的 價值觀的福音 來傳遞給我們的孩子 那他才能夠被引領到神面前 他才能夠在他的生命裡面 有價值 他也才能夠因為耶穌基督而得救 這是我們應該要有的使命 要把他帶到神面前 第三個 我們再看 約翰福音的第十章 請看第十節 道賊來 無非是偷窃殺害毀壞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好牧人來了 不但要叫羊得生命 而且這個生命是更豐盛 所以我們的使命 要讓羊群有豐盛的生命 更豐盛的生命 那什麼叫做豐盛的生命呢 我們看加拉太書的第四章 加拉太書的第四章十九節 加拉太書的第四章十九節 耶穌的生命是最豐盛的 他是從水里復活的 他是神的生命 永生的生命 沒有比這個生命更豐盛 那我們說我們的使命 是要把羊能夠得到更豐盛的生命 就好像保罗在這邊所說的 要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裡 我們的生命裡面有基督的生命 這叫做更豐盛的生命 那怎麼才能夠讓基督成形在信徒的心裡呢 保罗說他要再受生產之苦 再一次受生產之苦 也就是說我們要讓我們的羊群 能夠有基督的生命在他裡頭 我們每一個教員都應該要有生產之苦的苦境 教員本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分 但是我們要讓這個職分顯得榮耀 我們要像保罗一樣 好像要生產一樣 要受苦 不是只有教員這個職分非常的尊貴 那我得到這個職分 但是我不負起這個職分的責任 那這個職分是沒有榮耀的 職分是榮耀的 但在我們身上是沒有榮耀的 因為我們不願意受生產之苦 當教員就好像當一個母親一樣 我們要把生命生給他 讓他有更豐盛的生命 但我們沒有辦法賦予他生命啊 誰賦予他生命 我們的神賦予他生命 所以我們教導他 讓耶穌基督的生命 成形在他內心裡面 那這個就必須要受苦 就必須要受苦 所以我們覺得當教員很辛苦 沒有錯 但是我們這個辛苦是有價值的 這個價值彰顯在哪裡 彰顯在耶穌基督的生命 能夠成形在這一些羊群們的身上 當我們看見耶穌基督的生命 彰顯在這些羊群的身上的時候 那你是從神來得榮耀的 而不是從人來得榮耀的 從人來得榮耀 很快就結束了 就好像耶穌基督走進耶路撒冷的時候 他得到從人來的榮耀 很多人都跟著耶穌 然後把外衣脫起來 披在耶穌所騎著離居的 前面的那個路上 不夠啊 他們摘下樹枝也鋪在 這個耶穌所走的這個路上 然後大聲喊著說 和山那和山那我的君我的王 你是應當被稱送的 多榮耀啊 我的君我的王耶 你是應當被稱送的和山那和山那 所以耶穌在走進耶路撒冷的時候 他聽到了很多從人來給他的讚美 從人來給他的榮耀 但是時間多久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耶穌就被抓了 耶穌就開始被審問了 原因是什麼 祭司長文是忌妒耶穌 忌妒了 所以從人來的榮耀會受人忌妒的 而這個忌妒呢 忌妒你的人受苦 被忌妒人也受苦 那是從神來的榮耀有沒有 沒有 沒有人會忌妒你 也沒有人敢忌妒你 也不知道從哪裡忌妒你 所以主耶穌他真正得榮耀是在哪裡 是在各個他的十字架上 神給他榮耀 那這個榮耀是什麼榮耀 永遠的榮耀 所以我們當教員應該要有這一種使命 我們所得到的不是從人的榮耀 因為那很快就過去了 我們要得的是從神來的榮耀 那就必須要像耶穌一樣走各個他的路 願意在這一件事情上做犧牲 好像保羅所說的 願意在為這些信徒們受生產的苦 讓耶穌基督的生命 能夠彰顯在這一些信徒 這些小朋友的身上 那我們所做的這件工作就有價值了 就有榮耀了 而這個榮耀就不是從人來的 這個榮耀是從神來的 因為我們曾經為了這些孩子們受生產的苦 那這一種苦就好像主耶穌在為世人的罪受苦一樣 他可以從神那邊得到極大的榮耀 那我們在教員的這個價值上 就能夠彰顯得更加的豐盛 因為我們讓我們的羊群的生命得到更豐盛 那最後我們再看約翰福音的第十章 請看十八節 約翰福音的第十章 請看十八節 沒有人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捨的 我有權柄捨了 也有權柄取回來 這是我從父所受的命令 我們的使命 就好像主耶穌這邊所說的 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捨的 沒有人 逼你 要為羊捨命 也不需要別人逼你 我們要成為好牧人 就好像主耶穌一樣 是我自己捨的 就是要為羊捨命 是我自己願意的 這是我們應該要具備的一個使命 不是別人逼你的 不是教會要求你的 是我自己願意的 我們要把這個使命 建構在自己的這一個責任上 這一個教員的身份上 我願意的 我樂意的 為羊捨命 為羊來犧牲 為羊來受生產之苦的 是我樂意的 那這樣的捨命 才有價值 被逼的 沒有價值 那不是你的使命 是別人附帶給你的使命 那我們自己要成為 願意成為教員的使命 是我自己願意捨的 你願意捨的 那你在這一件工作上 你就會捨得很喜樂 如果別人要你捨的 你就會做得心不甘情不願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雖然同樣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完全不一樣的付出 所以我們在使命上 我們要讓這一個工作 好像主耶穌所說的 是我自己願意的 是我自己捨的 那成為我自己的使命 而不要把這個工作 變成是教會 托付在我身上的使命 那個壓力太大 那這個使命是別人的 是教會的 我們自己要把它變成是 我個人在教員這一個職分上的使命 這個使命是我樂意的 那樂意什麼呢 樂意捨命 那捨命是什麼呢 我們最後來看以西結書的二十章 以西結書的二十章 請看十一節 這樣我就使他們出埃及地 必領他們十一節 將我的律例示給他們 將我的典章指示他們 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著 再看十五節 並且我在曠野向他們啟示 必不領他們進入我所侍給他們 流奶與蜜之地 那地在萬國中是有榮耀的十六節 因為他們厌棄我的典章 不順從我的律例 甘泛我的安息日 他們的心隨從自己的偶像 雖然如此 我眼仍顧惜他們 不毀滅他們 不再況也將他們內訣盡盡 這裡就講到什麼是舍命 舍命就是顧念 這些百姓他軟弱犯罪 達到神 干犯神 厌棄神的典章 不順從神的律例 干犯神 但是十七節這邊講 雖然如此 我眼仍顧惜他們 我們要舍命 就好像有神這樣的一個 一個舍命 雖然我們的孩子 看起來好像很軟弱 看起來好像扶不起的阿斗 但是我們也要為這個舍命 要顧惜他們 就好像神顧惜這些選民一樣 哭不起的阿斗 神告訴他們要這樣做 他們不做 但神還是顧惜他們 所以我們看見我們的孩子 很多軟弱 或許會讓自己灰心喪志 好像神對這些選民一樣 但神的做法是什麼 顧念 顧惜他們 這是我們的使命 所以 兼具的使命 如果是自己願意捨的 兼具 就不兼具 求神帶領我們 讓我們 每一位 參加講席的 所有 學員們 能夠 知道 成為好牧人 裝備自己 把死命 成為自己的 我想我們就能夠 讓 教員的這個角色 在教會當中 扮演得宜 一起唱詩 三百五十七首